香港浸會大學自1956年成立以來 校園新增了不少設施 有校有話最懷念的是舊運動場 即是現時方樹全圖書館大樓 對出自瘟人財大樓的空地 因為我中學有一個很完整的足球場 但一來到浸會我就已經想掛球鞋 因為浸會的足球場是全世界最獨特的 就是鵝蛋營 當我在鵝蛋闊那邊 以為帶著直線上去的時候 原來已經帶了出界 這個是黑色的碳屎路的跑道 電競跑道 雖然有這樣的設施 但當時的玫瑰杯是大專的比賽 我們是拿很多冠軍的 足球、田徑都是兩個強項 這個是我們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 我們做得很好的成績 一個證據 浸大校長錢大康說很開心 看到校友回來浸大這個大家庭 香港很多舊生 我們全世界都很多舊生的人 我們浸大開校以來 原來有 我的同事告訴我 有9萬個舊生 剛剛我聯絡上了洛杉磯 有一班舊生 又會慶祝60周年 我就會親自去和他們 在那裡慶祝 前校長希望聯絡全球不同地方 例如溫哥華、多倫多和雪梨等地的舊生 回來看看浸大現在的校園 一起慶祝浸大60周年 浸大60周年特約記者林寶珠報道